7月20号晚间,河南省三门峡市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马719爆炸事故相关情况。 截至20号12时30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到17时30分,确认死亡12人,另有三名失联人员遗体已找到,正在确认身份。 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已全面启动。 发布会现场,三门峡市政府副市长李杰,代表719事故前线指挥部,就719爆炸事故发布通报称。 2019年7月19号17时45分,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一马市境内的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企划厂C套空分装置发生爆炸着火事故。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事故救援和处置工作高度重视。 国务员王勇作出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指导帮助地方,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商员救治等事故处置工作。 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继续教训,督促各地,进一步采取措施,切施加强维划内企业安全监管,严访众则大事故发生。 王国生书记,陈月娥省长,连夜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等相关处置工作。 省市县三级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四事故处置救援前线指挥部,下施综合协调组,现场救援组,医疗救护组,社会稳定组, 环境监测组,善后处理组,事故调查组等八个专项工作组,开展紧急救援工作。 同报称,本次发生事故的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始建于1997年4月,2006年9月二期全部建成送气。 河南省实施气化河南战略之后,气化厂改送天然气,目前占地面积1300亩,现有员工1065人,主要生产天然气,化工产品甲醇,二甲糜,醋酸等。 截至12时30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到17时30分,确认死亡12人,另有三名事件人员遗体已经找到,正在进行身份确认。 经专家进一步治疗诊断,重伤人员有19人,降为15人。 重伤人员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 空气和水等环境监测数据稳定达标。 通报称,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县两级,一是立即开展现场救援,市库救援前线指挥部,先后调派洛阳市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车辆46台,消防人员270余名开展火灾铺救和人员搜救。 二是紧急救治受伤人员,组织30余粮救护车和90余名医护人员赶赴现场,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重伤人员已根据具体伤情送至医院妥善救治。 三是全面开展环境监测,立即对事故现场及周边的大气、水、土壤质量以及风向不点监测,密切关注环境变化。 检测结果表明,本次爆炸事故不涉及重大危险原灌区,未发生大气污染等次生事故。 四是即时排查安抚群众和开展事故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受损情况,并着力做好修复工作,同时即时安抚遇难家属和受伤群众的情绪。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继续全力做好商人救治工作,全配合查清事故原因,妥善处置好善后事业,并深刻继续教训,举一反三,立即在全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顿,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行为有序,确保社会大气稳定。